好,这没有问题,你们都有截图 截图就改变,就改善一下自己的作业 OK,好,我这边就是要谈一下 那个假设检定的报告格式 因为你们现在读论文 特别是读到有这种统计报告的论文 都一定都要报告什么批值,对不对 但是这边他有提到,就是学术界 特别是这几年开放科学的身世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有的呼吁重要 还有可重置性的呼声 那个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研究者 要把自己的设定的type 1 error写在报告里 所以他这边才有写的是P小于α 那不过这个是APA的规定了 APA只有规定说你只要写小于.05 或小于那个小于.01 那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人是主张说 应该要把那个报告的这个方式呢 把它做一些改良 好,那这边有一个实物建议 我想就给大家去参考看看 刚好这个我们要处理那个新石专案的时候 我想这里会有一个很实在的用途 好,那假设检定的实作须知呢 其实就是刚一开始 你们应该照着这个做都可以做得出来 好,这应该我不用多说 那我主要要最后要说的是那个 就是最后这个主题 效果量、样本量跟考验力 因为我有在 你在那个这次的作业 我是只有谈到什么叫做考验力 因为考验力你们从前面 就是决策要素这边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是这个是我们前面比较还没有讲到 type 2 error嘛,对不对 就是行二错误 就是虚无假设是错的 但我们仍然保留它 那如果反过来 就是反过来 虚无假设是错的 我们就去宣称它的主张不成立 就是这一个 这个table 9之2这边 这个就是考验力 那考验力其实跟样本量 还有效果量都是有关系 不过这本书原作者 他的见解有点特别 因为他是认为说 这个要去算考验力 通常是只有在 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事前的效果量的估计 你才要去算它的意义 我们那个实验法 我们会提到那个预先注册 它会有要求 那个研究者就要提供 你对你的结果的效果 你的结果的效果量 样本量跟考验力的资讯 那我们多多说 稍少还是要学一下 所以我 这里的作业 我只是让大家牛刀小事 比较详细的我们 我会再摆到那个实验法 再来跟大家谈 那考验力的部分呢 就要去设定 那个我们就要假设 H1的参数大概是多少 那我不是在考验力的这个问题中 而我看我们看一下问题 就是问题不是有提到说 至少有80% 这个意思就是有那个80%的那个考验力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拒绝 我真的要说虚无假设的主张是错的 那有80%的机会 我的这样的判决是正确的 那么这里就可以从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我们设定 到底我们就是可以去 可以用它去找出 H1的这个theta要等于多少 因为这里你们都 你们都 你们现在都知道这个 probability其实就是 二项分配几率函数的那个theta值 所以你可以用它去调整 那我这边我这边所设定的 你们可以看可以看到 我这边所设定的这个60 是不是刚好就是前面 行医错误率的地方 行医错误率的这边六 这边的60 不过我自己对行医错误率的这个边界 我自己还不是调得很满意 不过我们姑且就接受它是 这个双侧检定的 这个行医错误率的这个右边界是 右侧零界值是60 那这里就是说 我就是去先设 我这里反而是反过来做 就是说从下面的function 然后再去调整 上面这个parameter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细调 调到说差不多这个probability 等于0.804 那这就是说是这个明显的范围 那这个就是考的 这个就是说有在双侧检定下 有至少80%的考验力 好那我现在就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你们做出单侧检定的考验力来给我看 我那个这里你们可以分享画面吗 应该我这里可以说 我是可以先stuff 然后你们就可以分享画面 这是给你们做那个单侧检定的考验力 然后做出来 我们今天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因为今天那个确诊 我在头脑还昏昏的 OK你们做出来就分享荧幕 给大家看看 就单侧检定的 就是做吧 就很像刚才的一个双侧检定 就只是说是因为Type-1 Error的那个临界值不一样而已 OK有人做出来了吗 老师啊那个双侧检定的0.636是怎么得到的 双侧检定 哦是自己去调啊 你就自己去 就在那个框框里面自己去输入啊 因为主要关键是那个Result 要让它接近0.8% 那是钱 嗯 你自己去改那个Probability里面的值吧 就是关键就是看那个Result 它是有没有越来越接近0.8% 那这样子有 有那个知道怎么做了吗 有有 OK大家能够示范一下吗 就单侧检定的 就交给你们 你们可以直接就是按那个 那个这个画面下方有一个Present 就是十字的荧幕就是分享 应该你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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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可是我是用手机耶 它手机又不行 你们都是用手机吗 那个X1是那个X1是58吗 58没错 嗯 然后那个Probability是 我是抓的是59 因为单侧那边啊 嗯 那我要改吗 还是58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那个Probability我是打0.616 嗯 嗯 嗯 如果是59的话是0.626 就只差差一点点 OK OK 好 这个关键是在于说 如果说今天我要得到一个80%考验力的实验结果的话 嗯 好 我现在直接开我的那个画面给你们看 好就是如果我今天我要得得到一个有至少80%正确判决 对立假设的主张成立的判决的话 那我这个实验结果是要注意哦 是要100乘以0.626 也就是说这个中间大概是0. 大概是63次 至少要看到的结果是 他这个是说是找100个人来来来来那个测试那个操感能力吧 那所以如果说要能够说明 要能够主张说 呃在这样的设计下 一般人都有透视能力的话 那其中有至少63人要答对 好这样明白吗 就100乘以0.6 就是那个在这个横轴上的这个量数 好那我们取诊数就是63次 好那同样那个如果说看 那个双维的考验力它就比较高一点 它是至少要64次 就是100乘以0.636 好这样子有明白那个考验力的一个原理了 它跟那个type1 error它算是一个互补数 因为今天你们看那个type2 error 形恶错误率是互补的 现在那个灰色的区域它就是那个属于是形恶错误率 好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也假设简定 其实你们有注意到好像内容没有什么吧 对不对 因为关键是后来的统计方法 好我最后花个五分钟 稍微为那个接下来的统计方法先做一个预告 好我们预计可应该会上到那个 从这个第十章到第十四章 就是类别之在就是像那个卡方简定那些那些简定方法 不过现在在翻译的这个书 我有把统计方法这个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章节顺序有做调整 因为我要引入这个线性模型的学习取向 我等一下你们看到的下一次的课前座 你们会看到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影片介绍 好那基本上线性模型呢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包括这个因素分析虽然也不会介绍 再介绍到但是也是啊 就你们在看到的这些统计方法 背后都有一个线性模型 好所以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下一次是从那个相关与线性回归 我只会讲那个简单回归就是说只有一个自变相跟一个一变相的状况 那么我会把所有的统计方法就是用线性模型的版本来去做介绍 所以这个下次开始的这个作业用的示范资料有可能呢 不一定会直接用这本电子书的 就给大家先告知一下 好因为这种方法我是觉得 我自己很很早就想尝试 但是两年前看到这个这个丹麦的老师他开始这样做 然后我自己又又教了 本来他最好的方式是要直接用那个写那个R语言 但是我是想那个还是先考虑大家的能力 先从那个比较容易上手的软体开始 所以我自己试过现在这个统计的自由软体 JEMOVI跟JEST都可以重现他的这个线性模型的这个学习取向 那我目前是已经把这个第十张到第十四张的初翻 我都用那个CHAT的GPT给翻好 然后昨天我才就确诊前才刚编修完那个第十张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去看 基本上里面我有注解 如果是碰到那种复杂的多元回归 你们可以去跳过 那我这个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会把那个母数统计跟五母数统计并排 让大家一起学 这个过去的统计书是把五母数统计给独立成一个章节 但是这个方法可以把那用线性模型 就可以把母数统计跟五母数统计给整合在一起 那怎么整合 大家就做一下下次的课前作业就好 那我今天就录影今天录到这边 那你们刚好我自己也因为已经快要没有 我已经快要没有力了 那你们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先修正你们的作业